不過這片的日文有比較難一點啦 所以可能也是我翻的不太好啦 因為這片日文它有些地方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 什麼什麼 我啊 紅腕一定會 還叫紅腕 還好你不叫紅腕 不然你就用萊果肯了 風車在轉 有紅色跟藍色的 還有骨頭跟鳥的翅膀 真小 好 這個大概就是骨頭吧 寫著肉 寫著肉還會丟上去 這寫著什麼 瓶子裡面是空的 拿起來吧 手抄劍 骨頭 寫著骨頭 放個瓶子 所以肉跟骨頭 中間寫什麼 中間寫什麼 酒 所以我要去裝個酒再拿回來放就對了 OK大概知道了 這個門打不開啊 像是太古古面的紙 剪刀吧 幹不行 這邊有路 好 喔 嗨嗨嗨嗨嗨 不知道在說什麼完全聽不懂 這個罪人要被砍頭的 啊他安靜了 之前都一直這樣在這樣說話 那個罪人的臉上啊畫的是個像是釘拔 你是想怎麼怎麼你認為為什麼呢 這給你吧 給了我一個鹽 蛤給了我一個鹽 噢驅魔的鹽 等一下看可以幹嘛好了 喔 晴天娃娃 欸有隻晴天娃娃反了 把你裝過了 嘿 這樣剪刀把你剪下來 裡面有什麼 啊裡面有肉 得到肉了 呵呵晴天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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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要去找化成釘拔的理由 喔喔喔喔喔喔喔 拿剪刀渡他 好吧 等一下再把肉放上去 先放好了 嘿 這個寫了什麼 鳳娜的使用東西 要是搞錯就會失去性命 你的命就會被奪走 左下有東西 喔有欸有欸 有隻小手手 是手嗎 福福福福福福 幫他吧 啊是那個小妖怪 有有的小妖怪 我也是那個飯嫂啊 又是富商神 欸你以前幫過我了嗎 謝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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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左邊的是誰啊 幹劇透了 不知道左邊的是誰 然後先去 鳳娜的食べ的是間違 就是不能 鳳娜不能鳳錯東西 等一下喔 這是鳥 鳥的風車 然後這個是什麼 的風車 藍色的風車 然後 骨頭的風車 有可能是剛剛那個倉吧 紅色的風車 灑鹽嗎 欸行啦 哈哈哈哈 那 其實我只是隨便選的 啊這應該是酒吧 啊是酒 啊然後就用瓶子裝酒 看屁看喔 幹 醉氣 叫你們看了沒有 放酒 放酒 禦神酒 然後 接下來 這邊要放什麼 骨頭 拿那個骨頭的風車就好了嘛 這種解謎真是羞辱我們的大腦 嘿 完成 啊 酒裡面的聲音變了 看一下酒裡面的聲音變什麼 欸 裡面變成紅黑色的肉塊 得到了舌頭 啊 剛剛那個人講不出話 是因為他的舌頭 啊 所以他剛剛走在那邊 嗯哼嗯哼的東西 了解了解 所以把舌頭給他 啊 啊 所以他的舌頭被拔掉了 嗯哼 把舌頭還他 啊 還你 啊 哎呀是硬被拔掉的 研磨就是研磨大王 啊 在做這種事情 啊 啊快逃 啊又來了又要追我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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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很開心 一分成一半吧 什麼大人 血 血 我們一定需要近似院家的血 蛤 喔喔喔喔 欸 這樣就行了吧 大人 幹小魔蛋也是個混蛋 幹頭就掉了 這應該是紅萬把罪人殺了吧 對啊 欸我剛剛有仇是不是啊 幹氣死人 他追屁追喔 幹 我才不會理你了 吃了一半棍嗎 又發生什麼事情啊 還活著 這樣就一樣了 這樣就會跟之前類似一樣嗎 拔 要拔什麼 先拔 要拔什麼 要拔什麼 好痛 出血了 我的頭好像被怎麼能打到 欸這不就是剛剛當罪人的那個 那個拔東西的東西嗎 之後是紅萬鈞拿著的 喔又得到鏡子 啊這次是鹽變成鏡子 啊 頭好痛喔 趕快放上去吧 啊 啊 不要先跟他講話 應該是沒有被拔吧 喔 爽 啊 真強壯 因為想了多餘的事情 身體沒有動得很好 斐千代 啊現在是你報仇最好的機會 對於這麼危險的小孩 該怎麼做呢 啊我在想什麼 我沒有選啊 啊 好剛剛有出現 選他怎麼綁起來啊 把他抓起來幹嘛之類的 朋友 朋友 遇到事情都選朋友就對了 不行 先討論 先討論一下 蛤 啊 總之在墓地結束為止 我都還想活著 啊就把他帶去 戰獵大人那邊吧 嗯 你不要握我的手啦 噁心 好我們把他在戰獵大人那邊就對了 OK 放上去把鏡子放上去 嘿 喔 所以先把他丟給那個戰獵大人保管就對了 我不懂欸 可是現在那個 應該說現在這個故事我完全看不懂到底要幹嘛 我總 我總覺得好像是 嗯 到底誰好人誰壞人啊 然後那個戰獵大人到底是好還是壞 然後那個紅萬藥到底是什麼傢伙 為什麼要殺我們 他們到底為什麼要殺我們 奇怪喔 知らないよ 啊 我才不知道呢 那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地方的 我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地方的 目前還看不出來到底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會幫你嗎 然後我血剩87了 超生氣的 好 人家說這件故事完全搞不清楚 應該是之後 因為這篇他說4小時 這篇據說很長 所以看起來應該後面會有大幅度的變化 對 那個傷到底怎麼了 啊 還有那邊像小雞一樣的不是朋友吧 才不是小雞呢 怪物 嘻 Tosaka Kiru Kiru Ne 啊 Tosaka 你的眼睛是不是爛掉了 看不到啊 那不是我的眼睛 啊 啊 啊 斐千代啊 你把這個小雞帶來這裡幹嘛 那是當作我的食物嗎 原來這個傷就是你的傑作啊 雖然是小朋友的惡作劇 啊也太過分了吧 嗯 斐千代有盾做什麼不好的事嗎 啊 啊 首先用繩子綁起來 把肉切下來 剝 剝下皮 然後指甲 我才沒做那種事 你騙人我才沒這麼對 你做的 無所 騙人 安安F06 安安西瓜嘛對不對 安安 啊 就 君はしたわけではないだろ うるさい 沒吵者干你屁事 啊 我啊必須要保護斐千代 啊 我不能放放放著你不管 嗯 總之我是碎神 啊我可以作碎 禁守院的人們 孔奈亞斯 喔禁守院的人就是跟這樣的人認識的啊 你們身為 啊怪物的夥伴 真適合呢 啊怎麼他說怎麼把他抓過來還要吃他是不是啊 類似之類的事 住手 啊我我不是道歉的嗎 啊 現在看不出來 現在感覺上好像女主角跟他們加他們好像不喜歡女主角加跟這個這隻龍欸 他還說 他還說我不是道歉的嗎你幹嘛 他說你沒有意識的道歉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你想讓我死嗎 但是這樣子誰也就是也沒什麼好處 好吧那你就帶著這隻小雞一起走吧 一定能幫上忙的 我才不要呢 這麼危險的傢伙 咬頭 他說要我們那個帶 他又要幫我們治療傷口了 可是剛剛那個萬代風石神有跟我們說 他是個有問題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有點擔心啊 但應該不應該懷疑他吧 他那麼溫柔 欸女主角家族 真不知道欸 人中北斗喔 我有啦但是不知道會不會開啦 對會玩但是不知道會不會開就對了 這個神大人是利用我嗎 還是 但是他之前也真的幫我治好了 總之幫我治療吧 又有稻碎跟太陽的味道 我們又要進到夢境裡面去 然後又要看到那個裝模作樣的那個 那個 稻碎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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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覺得這部劇本後面會翻盤 應該會有蠻精彩的 前面這種通話目越莫名其妙的 越後面你看懂之後應該就會越精彩 走 Ira sha yi akechiou 啊斐千代 又見到你好高興 Toyo-sama 你的右眼受傷了嗎 欸對他右眼怎麼受傷了啊 等一下 我們剛剛第一次見到他右眼是好的嗎 咦 咦他怎麼受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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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只是奉獻上去了 為了讓視野更廣 我endo 那我現在想趕都趕不悠 切除消詐 啊你也這麼辛苦了吧 這個給你 啊羊羹嗎 這個是羊羹吧 我吃囉 那 喔呀? 奇怪你的臉是這樣子 你不喜歡吃甜的東西嗎? 嗯 只是 想到受傷那個認識的人 擔心 你是說 那個葬烈碎十歲嗎? 可是太陽的味道 可能是風石神吧 因為風石神看起來就是跟倒碎有關啊 他有味道應該是因為他在他體內吧 你不要那麼在意他比較好喔 喔他那一隻是說 那個 那個 那一隻 就女主角就在幫那個 那個葬烈講話 可是他就說 他是為了達成目的才故意對你好的 你真是個溫柔的孩子呢 有點嫉妒了 你看他 啊 那種溫柔絕對不是壞事 但是你可千萬不能 就是 就是被你的情感 就是說 影響 忘了你本來的目的喔 我 我的目的是要回家 回去 找爸爸跟媽媽 對 啊 為了你要回到爸爸媽媽身邊 才要努力的去收集鏡子的碎片 對 好喔 可以吃喔 就是說 為了不讓你的那個努力啊 都放水流 啊 又回去了 帥哥比較可疑 對嘛對不對 帥哥比較可疑啊 看起來討厭 這個爺爺這個爺爺看起來就是好人 好龍 走吧 恩 碎神為什麼變弱了呢 欸 ㄟ 阿爽 他說你要平安無事帶他去唷 那 也是為了你自己好 可蓮我可口得 但他就講他說 你嘴巴真壞 你要不好好把它皮折 平安帶回來,你就玩了 那他就叫我們,他跟著我們就對了 可是他有說那隻龍,龍變弱了耶 所以拿到龍治療了我們,他自己就會變弱嗎? 那去這裡嗎? 我們剛剛拿到什麼? 玉璧,在幹嘛的? 對啊,紅腕不喜歡他們家,可是 可是,可是,可是,喔這拔那個舌頭的 剪刀 那應該是用 拔舌頭的應該是拿來拔這邊的釘子吧 起釘器 應該說現在為什麼他們討厭我,還是搞不懂 我們家到底做了什麼事情